年幼的孩子 传行于车流之中 家长却不见踪影 高空之中 这一下的大件物品 闯祸的竟然是幼童 急速摩托撞向三轮 酿成滔天大祸 肇事者居然未成年 危险的背后 缺失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家长在教育过程中 可能是有过时的 要如何才能防范这些危险的发生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不能缺的监护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国金飞 从法律的定义来讲 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意味着两重意思 一重是监督 另外一重就是保护 两者缺一不可 否则就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关注几件 跟未成年人有关的特殊事件 透过事件 我们或许能够探究出监护的责任 究竟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先来到湖北省的襄阳市 这是道路摄像头拍下来的画面 大家请注意这里 这是一名身穿绿色上衣的小男孩 他踩着一辆儿童滑板车 在大街上滑滑停停 身后似乎还跟着一只小狗 起初孩子是在路边滑 但是很快孩子就走到了 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再后来孩子竟然滑到了机动车道上 甚至在车流之间横穿马路 看得人紧不住捏一把冷汗 这样的一幕实在是太危险了 万一哪个车来不及刹车 又或者哪个司机一个不注意 那后果可真就不堪设想了 可问题是这孩子看上去 估计也就是三岁的模样 他怎么会独自在外头呢 他的家长呢 幸好孩子的异常状况 被一位正在执勤的警察发现了 我的同事一起巡逻到天原四级城路口 刚把车停下 就看见马路中间有一个小孩 骑着滑板车 身后带着一条小狗 正在马路正中间穿行 然后我和同事就赶快跑到路中间 把他抱到了路边上 因为他在路中间比较危险 当时车来车往 把孩子带到了安全地带之后 警察往四周看了看 这旁边还真准没有家长 难不成这孩子是一个出来的 警察赶紧就问这小男孩了 可是这一问吧 情况还挺复杂 他在路中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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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边的人呢 找不到 回家 回家 小朋友 回家 回家 小朋友家住哪儿的 啊 家住哪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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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你爸爸妈妈手机号吗 我妈妈走去了 我知道你记得妈妈后的 奶奶手电话号码吧 显然孩子是一问三不知 有可能是孩子实在太小了 警察当即决定把孩子带上车再说 总之吧 那是不能让孩子再在这个危险当中了 我总在带上 高高是你们家的吧 那你让他上呗 一直坐着坐车车好不好 好在这孩子似乎挺胆大 不呼也不闹 高高兴兴就上车了 这危险们暂时解除了 可问题是孩子家长在哪儿呢 按理说孩子不见了 那应该心机如焚才对啊 看看孩子的年龄也就三岁 应该不可能跑太多的路 说不定啊 这个家就在附近呢 于是呢 警察就带着孩子沿街询问 但是问着问着吧 这情况更蹊跷了 你好 麻烦个事 有我们见过小孩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块的 对 你们慢慢看上去 老年人说有可能有小孩 几成回来这儿洗了 看看你们这不得是 舒不舒适 到这个小朋友你看看 有不容易在这边洗过澡之类的 不舒适 不舒适不是这块是吧 附近竟然谁都不认识这孩子 难不成这孩子还是远道而来的 警察呢只好把孩子带回到了执行点 然后就调取了道路视频 想看看孩子到底从哪来的 这一看嘛 这家伙着实是令人震惊 通过视频回报 我们也想了下午两点多 就从人们一路前进路口 骑着滑板带着小狗 一路穿行 一直走了有二十多分钟 路上实在是十分危险 难以置信 这孩子竟然已经独自在大马路上 溜了这么久了 只能说万幸啊 没出什么事 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 警察呢也加快了寻找孩子家长的进度 一方面嘛 是上报110街景平台 另外一方面嘛 是请各个派出所协助查找 好在两个小时之后 终于接到了其他辖区派出所打了的电话 这孩子的父母啊出现了 大概五点多了 永远都说 这边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是不是显到一个小孩 我们说是的 然后他们说 孩子的父母已经到了他们快速所 不久之后 孩子父母来到了执行点 他们强调 那孩子是趁姥姥不注意的时候 自个儿从院子里头偷偷跑出来的 她自己跑出来的孩子 她自己跑出来的 她还顺便 过来的 她从屋里跑出来的 她从屋里跑出来的 都屋里 都从屋里 你们屋里都出来还乱来的 她在院子上我也可以跑出来的 说起当时的情况嘛 姥姥也表示很无奈 她说这孩子平时就一点都不认生 跟陌生人说起话来 那就一个字来手啊 所以自己跑到外面去 那也是一点都不怕 还都是屁里跟导演变成家 跟自己家样子 不举身 不受关系 孩子不见了之后呢 一家人也是急得不行 四处找 找不着呢 就去了派出所 没想到一报警 这才知道 孩子早被警察给带回来了 得知了孩子在马路上那种 肆意的模样 父母 包括姥姥那是后怕物疑 他们也承认的确 在平时压根就没跟这孩子灌输过 安全方面的知识 这话是说没有 真实我没有 这方面没有做到 完全一时担迫 我家会记得交的 看在这呢 大家可能会挺生气的 这家人也太大意了 不看好孩子也就算了 怎么平时也不跟孩子多叮嘱叮嘱 比如说一个人不能出门 比如说那个急动车道不能去 这些话得反复的交 孩子才能记住 但是不能不说呀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在云南省的玉西市啊 有件事就更亲人了 大家来看这个视频哈 在这条路上 一辆摩托车呢 正在游东向西正常行驶上 而突然 有个小女孩 从人心道上 穿过这个停放的车辆 跑入机动车道 电光石火之间 摩托车的驾驶员立即刹车 但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了 小小孩还是被摩托车主给撞着了 那摩托车呢也顺势翻倒在地 瞧瞧 多么惊险可怕的一幕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那小女孩啊 她竟然立马爬起来了 继续跑向道路对面 她为什么那么着急去对面呢 咱们放大仔细看看 原来啊 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是孩子妈妈在等 孩子冲过去之后 一把就抱住了妈妈 事故发生之后 交警很快就来到现场 虽说一边是弱小的孩子 一边是坚硬的摩托车 可是驾驶员却觉得特别的委屈 的确像孩子这样突然冲出来 再厉害的驾驶员 也很难防范这样的情况发生 可问题是孩子妈妈明明就在对面 怎么会放任自己的孩子 这么冲过马路呢 让孩子别动 妈妈过去接一下 岂不更好吗 但再一次万幸的是 经过医院的检查 不管是孩子 还是摩托车上的人 都没受什么伤 人没事这就是最好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事后交警部门 也对事故责任进行了划分 认定小女孩的妈妈 也就是监护人李某 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摩托车驾驶人无责任 为什么这么认定呢 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小女孩乱窜马路 但是小女孩才几岁 没有明示行为能力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这要由监护人担责 后果层面啊 就是当出现这样的案子 或者情形的时候 我们的法律是有应对的 由于父母监护职责旅行不到位 造成了安全隐患 给别人带来了伤害 如果说构成了侵权的话 那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 父母还要承担未成年人给其他人造成的侵权责任 而引发的民事责任 希望这份责任的判定能够让这位家长有所警醒 有所改变 毕竟在这样的危险动作面前 幸运那是小概率的事件 万一孩子真被撞伤了 后悔可就完了 好 以上两件事嘛 虽说家长都存在接护不利教育不够 但好在都没造成什么太严重的后果 可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只是因为偶尔的幸运罢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事啊 那后果可就不一般了 这里是山东青岛 小区居民发现 既然有人从高楼之上不停的掏东西下来 关键是丢下来的可都不是小东西 而是水桶 小推车 甚至冰箱里装东西的那大抽屉 还是往下丢东西 水桶 还有装土的那种桶 然后还有小推车 垃圾 冰箱 那个抽屉 更麻烦的是 就在楼下的路边 停放着一排车辆 这样的东西砸下来 车子受损可不小 高空抛物嘛 这是我们常说的老话题了 危险性不言而喻 是谁会干出这样的事呢 居民们很快就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 调去了小区的公共视频 这一看呢 大家更后怕了 这些东西竟然是从高达33楼丢下来的 这重量再加上100多米坠落下来的冲击力 万一砸走人 那可就真不得了了 警察立马就去了33楼 上去一查 那结果让人挺无语的 原来丢东西的不是大人 而是两个年幼的孩子 针对受损的汽车 警方也组织了调解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孩子造成损失 监护人必须担责 家长呢很快就同意了赔偿 积极赔偿这是没错 可是在赔偿之余啊 这位家长有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呢 有没有意识到孩子这么做 其实是因为家长平时教育有缺失 小朋友的安全教育哪些行为不能做 家长可见啊 没有在日常教育过程中 把这个东西说的清楚啊 明知道从楼上吧 这个东西会砸到人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行为道德的底线 家长也没有教育好啊 所以这个家长可以说 在教育过程中可能是有一定的过失的啊 无独有偶 孩子伤着车的事儿 在贵阳也发生了一桩 这位是肖先生 他有一辆小轿车嘛 停在车库停久的了 他就想去看一看 可是到了一看呢 他震惊了 因为车子里头啊 竟然有许多的物品都被烧毁了 车子打开停的有过月了 我今天我说过来把它开一下 开好嘛 一停久了 怕车子怕清楚毛病 门一开一开一打开 我看里面乱串 自备就烧毁了 车子上面就烧毁了 单红毛病 看上去嘛 车内的物品被烧似乎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肖先生仍然是心惊肉跳 因为这可是汽车 里面有燃油 并且车放在车库 万一发生火灾内 可就出大事了 这个不得了嘛 车子映然是汽油车 你看这么多车子烧毁了 这个有多厉害 当然了肖先生也想起来了 这得怪自个儿太大意 忘记了关车门 这才让人有机可乘 可是他纳闷的是 谁会这么过分 竟然去烧别人车上的东西呢 肖先生很快到物业去查看了公共视频 真相出来让大家很无奈 大家来看哈 这是一群小学生 他们似乎刚刚放学 他们发现了肖先生的车没锁 全都一哄而上 回一会儿有车来了 他们估计也知道这事不对 就赶紧跑了 可是过了没多久 他就回来了 随后肖先生还继续查看了接下来几天的视频 发现这群孩子竟然是多次去他车里头干坏事 了解清楚了情况之后 肖先生也把视频交给了这些孩子所就读的学校 肖先生强调他不是为了追责 而是为了教育 我们一共说了四件事 每一例都是跟孩子有关的安全危机 独自在外游荡的小男孩 冲过马路的小女孩 高空抛物的两位儿童 还有肆意进入他人车里烧东西的小学生 承认 祸是孩子闯的 可是事件背后所显现出来的 却是监护人教育的缺失 但凡这些家长能够耳提面命的进行安全教育 跟孩子强调各种危险的后果 孩子也不至于如此缺乏安全意识 说到这儿 或许大家想问一句了 孩子做出了这些行为之后 难道家长只要愿意道歉 像刚才我们说的那高空抛物案件一样 积极接受赔偿 所有的事就能过去吗 他们这个监管驱事师的责任 就不需要追究了 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 监护人的职责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么监护人到底必须要做什么呢 怎么做呢 如果没做到的话 又会有哪些法律上的强制措施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通过四件事了解了 一旦监护人在安全方面的教育不到位 将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 但是这四件事仍然是幸运的那一小部分 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些孩子还小 制造威胁的能力很有限 但如果是长期教育的缺失呢 那么带来的很有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结果了 这里是江苏省保应县 2021年11月14号晚上9点多钟 一辆蓝色的电三轮车 停在一个路口的八马线上 可是突然的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摩托车 急速奔来迎面就撞上了三轮车 撞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三轮车立马就被撞出去老远 而摩托车也倒在了另一边 交警赶到之后发现摩托车上是两个人 一个是驾驶员吴某 另一个是乘客魏某 在撞击的那一瞬间 魏某说他立马就跳了车 这才逃过了这一劫 可是摩托车司机小吴 还有三轮车的司机陈某却双双倒在地上了 警察立马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吴某倒是没什么大碍 可是被撞的三轮车司机陈某却不幸失去了生命 其实从刚才的视频来看 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得到摩托车明显是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冲过来的 然后交警一调查 果然当时摩托车的速度竟然是严重超速 它的速度是81到88 超速有多危险自无必说 产生的撞击力也是相当可怕 后来交警测量了 三轮车竟然被撞出去有13米之远 那小吴为什么要骑那么快 交警对小吴的身份一查 那结果让人相当惊讶 小吴竟然只有15岁 还是个未成年人 根本就没有摩托车驾驶证 而且他骑着摩托车也是一辆套牌车 他上面悬化的是山东的牌照 但我们经过了解 经过网络上查询 跟发生事故的这辆车不能匹配 很显然小吴要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但是他只有15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警方对小吴进行了行政处罚 不过行政处罚之外相应的赔偿也是少不了的 由于赔偿金额无法贪笼 身亡的陈某家属 把小吴和他的监护人告上了法庭 最后江苏省扬州市榜英县人们法院做出了判决 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全部的赔偿 金额也比较大 具体金额是103万 小吴自己肯定是无力赔偿了 所以按照法律规定 这103万全部由小吴的监护人 也就是他的父母进行赔偿 比起前面说的四件事 这件事的教训无疑是最惨痛的 因为一个15岁少年四夷妄为 无辜的陈某失去了生命 而小吴的父母也背上了巨额的赔偿压力 在气愤之外 我们或许也要探究一下 15岁按理来说正在上中学勤奋读书的年龄 可是小吴怎么就骑个套牌摩托车在外头狂飙呢 之后警方也对小吴的家庭进行了走访和了解 结果发现由于父母工作太忙 小吴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一路长大 小吴性格乖张 成绩也不好 到了初中 小吴就辍学了 成天混迹于社会 再后来呢 小吴甚至养成了小兔小摩的不良习惯 就在2021年4月 小吴还因为这个拉车门盗窃 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可惜呀 这一次没有让他得到激验 也没有让他回到正途 直到事发 他为了追求刺激 疯狂飙车 终于酿成了 偷天大火 看着这样的成长轨迹 不由得让人心惊 小吴看似有父母有家庭 可是却似乎没有受到 任何来自监护人的约束 甚至连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 事为这样的父母 怎么能让孩子回归征途 所以法院认为 小吴的父母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造成这么严重的事故后果 跟小孩家庭教育的缺失 是密切相关的 很快法院向小吴的父母 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 则令其尽快履行监护义务 当地司法机关还定期回访 定期了解小吴的生活状况 并且决定给予必要的司法援助 瞧 在古代孩子干坏事了 大家或许只能说一句 子不将父之过 在道德上谴责一下 可是现如今如果父母不管 那么法律是有措施可以制裁你的 因为从2022年1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正式实施了 那么我们国家呢 今年刚刚出台的一个叫 家庭教育促进法 其实核心就在这儿 家长要承担起啊 这个教育子女的责任 这个责任不是说你愿意承担 或不愿意承担 这是一个法定责任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啊 如果你不承担的话 有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 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就是刚才小吴父母收到的 家庭教育指导令 指导令一般来说 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他进行训诫 第二的话要求他进行改正 第三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法律上有了强制性的规定 正所谓有法可依 这是大好事 但是法律呢 其实只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咱们作为父母的 可不能只看最低标准 而是应该尽到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并且尽量做到最好 一方面 这当然是整个社会的必然要求 像刚才说的高空抛物 还有开车门烧火 这两件事一样 不得让孩子的这个错误行为 成为对他人的威胁 另外一方面 其实更重要的 是他可以保障孩子自己的安全 保障自身家庭的完整与安稳 当然了 教育孩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需要耐心 更需要方式和方法 比方我举个例子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刚才这个电线板不能摸 说你摸了之后会死亡 但是对于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来说 他是理解不了这个感受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 在开展安全教育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啊 就是比较 对孩子来说 比较好的安全教育 就是说 你会给他一个具象的东西 告诉他 你摸了之后会什么样的后果 正所谓萌营养症 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是一张白纸 如何在这张纸上 绘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或许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用心去思考 并且及时的付出行动 众言传 众身教 教知识 预品德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监护制作不可缺 更不能缺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流浪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好的 优优独 Councillor